好 各位小朋友 我們現在要上美勞課了 防疫期間 我們所有美勞課 其實在家準備一支筆就好了 如果你真的做美勞的話 你會收的到處都是 你媽不開心 你爸不開心 你爺爺還會揍你這樣 所以我們準備好一支筆 然後記得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手眼協調 什麼叫手眼協調呢 你的眼睛看得到比例 你用手在正確的比例上畫出位置 那就叫做手眼協調 它就是靠經驗 你的經驗越豐富 你的實力就越強 所以畫圖是靠什麼 算章術 好了 這樣有沒有聽懂呢 好 那我們接下來廢話不多說 我們開始上我們今天的課了 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人 他叫做海綿寶寶 好 海綿寶寶 他是一個很奇妙的 很奇妙 而且很受歡迎的課程 很受歡迎的卡通 我們先看到海綿寶寶 好 我們先看到他的作者 他叫史蒂芬 海倫伯格 好 史蒂芬 海倫伯格 他在做海綿寶寶的時候 他做對了兩件事情 這兩件事情 就註定這個東西一定成功 第一件事情 想像力 好 他的故事發生在海裡 結果他在海裡還可以幹嘛 他在海裡可以生火 他在海裡可以洗澡 他在海裡可以溺水 海裡還可以發生火災 好 人喜歡看自己想像不到的事情 所以想像力 他的無限的想像力 會造成無限的收視率 好 那再來 他做到第二件事情 叫做他人的不幸 有蜂蜜的味道 好 什麼叫他人的不幸 有蜂蜜的味道 因為人喜歡幸災樂禍 幸災樂禍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就是 我們不喜歡看到別人 比我們自己還要優秀 我們喜歡看到 別人比我還要爛 別人比我還要爛 我就成功了 好 所以啊 幸災樂禍這件事情 在中國來講 我們請下 不要發聲 但是啊 在其他國家 性災樂禍這件事情 它是必然會發生 它是人性 因為 我們就是不希望別人比我強啊 好 所以啊 斯蒂芬伯格 他把這句話 發揮到淋淋盡致 他講到什麼東西 衰 多衰 人到底有多衰呢 能奪衰就奪衰 你考試不是常常不及格嗎 所以他創造一個 角色 他從頭到尾考試都沒及格過 你覺得你的長官超級小氣嗎 對 他創造一個長官 霹靡無敵小氣 小氣到連一分錢都跟你計較 然後你覺得你的同事超討厭嗎 他創造了一個 蟹寶王 他裡面的同事每個人都很討厭 好 那接下來 他還創造一個 薪水超級微薄的 誰 海綿寶寶 他甚至 二十幾集才領到一個銅板 好 所以這個是 他成功的兩個方向 衰 一個是想像力 好 那我接下來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 這些事情 他會 會造成人看到會有個反應 其實自己也沒有那麼失敗啊 自己 還可以啊 薪水也比他還要多啊 還有比人更失敗 所以 其實海綿寶寶 他嚴格來講 他叫做荔枝片 他是一個荔枝 為什麼會講荔枝 我還要講到史蒂芬 海倫伯格這個人 他是什麼人 其實他是患有劍動症的人 他永遠 永遠 都會在跟病魔作對 而且 他的人生 會越來越失去控制 對 他是劍動人 如果你是劍動人 你會做什麼 放棄嗎 無所作為嗎 好 在一篇採訪裡面呢 他講到一件事情 人有放大事件的影響力 放大事件影響力的能力 比方說 什麼東西呢 比方說 你有劍動症 覺得我人生絕望了 我以後再什麼事都不要做 甚至 我 薪水很低 我再也不要做事 我不懂做什麼 我薪水都這麼低 人容易導向絕望 導向絕望 會做到無所作為 無所作為 就什麼都不用做 其實 人就導向自己的惰性 目標不就什麼都不做嗎 好 史蒂芬 海倫伯格 其實 他有講了一個 人啊 什麼時候 會導向絕望呢 三個的地方 一個是得不到 一個是比別人少 一個是做不到 什麼叫得不到人 比方說 你想要一支最新的手機 然後在你的朋友圈裡面 炫耀我最新的手機 可是你得不到 你覺得導向絕望 我永遠 抬不了頭 我永遠沒有辦法 在朋友圈抬得了頭 沒辦法 然後比別人少 你的零用錢比別人少 你的分數比別人少 你會覺得 沒希望了 為什麼我爸 錢那麼少呢 對 你導向絕望 導向不想做 然後再來是做不到 人常常會這樣 做不到 就不要做了 最後 就什麼事都不做 好 海龍伯格 他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 你們 不要這樣 要導向 有所作為 而不是無所作為 是有所作為 好 這樣明白了嗎 好 今天我們的課大概長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要上 我們的課程 好 我們的課程 今天要畫的是 海綿寶寶 它大概長這樣 我找到四張圖 好 然後啊 接下來 我們要開始畫了 好 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其實我們只要注意幾個東西 就好 拿一條線先畫 海綿寶寶 它沒有 下巴 所以我請向你可能先畫個鼻子 比較保險 鼻子 眼睛 好 眼睛 最注意我在畫圖的時候 我們會注意到什麼東西 就是眼睛先畫 應該說是 你知道的地方先畫 好 我把它整個塗黑好了 好 然後再來是前面先畫 這個東西很重要 好 然後再來 我們把我們的東西 該誰在前面的先處理 然後它的特徵 好 我們的形狀大概OK 好 根據作者的規劃裡面 其實 海綿寶寶 它其實 一開始在畫的時候 就把它設定為 很像 很像菜瓜布的海綿 好 所以它就會比較偏向方形 好 我們大概做到這邊就好了 好 我們又畫到海綿本身 好 再來我們再畫第二個角色 第二個角色 是它的好朋友 叫派大星 其實在沒有下巴的狀況之下 其實在沒有下巴的狀況之下 我請向你的 那個 眼睛先畫 眼睛先畫 眼睛畫完 再畫別的位置 好 好 然後再來 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 把該畫的線條都完成 好 白大星 好 再來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好同事 好 這個我要用別的畫法 因為它的中間有個眼袋 找了眼袋之後 它就不像了 好 我們先畫了眼睛之後 再畫個鼻子 接下來 我們再把它的 頭裝上去 好 我抓到那張圖 它其實是長這樣 好 把眼睛接起來 好 我們就完成了一張章魚羹 好 接下來最後一個 無論如何努力 都成功不了的 這個叫做 李老闆 好 老師要先畫的是這個 因為 其實啊 就一個弧形啊 先畫頭跟尾 就中間接起來 你會比較好處理 先畫頭跟尾 再把中間接起來 就可以了 好 這是唯一一隻 我想要畫到全身的動物 好 裝上嘴巴 好了 完成了 好了 回家 大家努力 加油吧 那我們今天課 大概先上到這邊 記得 回家 努力了 認真話就好了 好 各位同學再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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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